我大概唯一錯的就是 我破壞了柯文哲 他們看豪宅 買豪宅的心情 收割小草捐款 購買億萬豪宅 這是何等的殘忍啊 那你過去說的居住正義 欸 令人豪宅上帝 說實在話啦 要賭就賭到 要賭做得到的嘛 比方說柯文哲 我現在就給我告訴你 來 高科彈跳 我所有對柯文哲的評論 都是基於事實 合乎情理 我大概唯一錯的就是 我破壞了柯文哲 他們看豪宅 買豪宅的心情 這社會大家在討論說 柯文哲 你收割了小草的捐款 去購買億萬豪宅 去購買億萬豪宅 收割小草捐款購買億萬豪宅 這是何等的殘忍啊 那你過去說的居住正義 欸 變成豪宅上帝 這個才是問題的焦點 柯文哲搞不清楚嗎 現在是社會質疑你 不是說我王思謙要跟你鬥嘴 說實在話啦 要賭就賭到 要賭做得到的嘛 什麼吞曲棍球 那是過去 段尼康委員跟韓國瑜院長 過去他們之間的這個事情 後一點小增值嘛 那那個也都過了嘛 吞曲棍球絕對不是 我王思謙的任何意思 因為我不會找人家賭那個啦 賭要賭可行的嘛 不是嗎 所以要賭就賭大的 要賭就賭可行的 比方說各位朋友 我現在就給我告訴你 你要賭就來啊 高空彈跳 我會願意嗎